如何為生長兒童 打造一個正常化的教育環境 而非隔離式的教學 融合教育就是一種方式 主要是讓生長兒童 和一般的學童 在同一間教室裡學習 成效如何 今天的港督熱誇單元 帶您透過早療中心的經驗 一起來關心 小朋友們開心地在遊樂場 玩著溜垮梯和蕩秋千 仔細看其中還有一些是 身心障礙或是發展適緩的小朋友 但是大家玩在一起不分你我 有時候還會彼此互動 顯示出融合教育 已經逐漸在校園中扎根 融合教育是目前社會上的一股趨勢 主要是將身心障礙 發展適緩或身障孩童 與普通孩子放在一個空間裡上課學習 希望透過這個學習過程 讓發展適緩的孩子 與外界學會互動 熟悉正常的社會運作 我們讓身心障礙 或者說發展適緩的孩子呢 他能夠進入到一般的學習的環境 進入到一般的環境裡面 跟一般的孩子一起共同學習 或者是一起活動 那其實在這一個模仿 在這個觀察的一個過程當中 其實孩子他就會去學習 這一個部分都比我們在一個 可能特殊教育的一個環境裡面 然後帶著孩子去說 你要這樣跟人家做朋友 其實能夠讓他們在這個自然環境裡面 去做這樣子的一個模仿學習 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 每投入一元在早期療癒工作中 就可以節省特殊教育三元的成本 也有專家學者認為 三歲以前做早期療癒一年的功效 是三歲以後十倍的功效 因此療癒越早越好 尤其要把握0到6歲的黃金療癒期 我們的研究數據來顯示 其實三歲以前的孩子 是我們的那個所謂的療癒的黃金期 那如果我們可以把握在三歲以前 讓孩子及早發現 我們及早去讓他接受評估 或者是說及早知道說 他的狀況 發展狀況到底是怎麼樣 然後來對症下藥 讓他及早接受療癒的話 療癒效果是他的十倍以上 研究發現 不管是幼兒園小朋友 或是國小孩童 這個階段如果接觸融合教育 讓一般生和漫非天使 共同學習成長 通常一般孩子 會有更多的同理心 而鳳山早療中心不久前 就率先在五甲幼兒園嘗試 幼童們透過與漫非天使的相處 耐心對話並寫下心中感受 展現融合學習的包容與體諒 環境的一個學習 開放角落環境一個學習 孩子會因為這樣子的話 拿出不一樣的教具 拿出適合孩子的教具 去跟他一起共玩 他就會說 比如說媽媽 我今天哥哥在做什麼事情 那他就回來就是開始模仿 模仿的時候他說哥哥今天就在做這種事情 他說是喔 那你會了嗎 他說我會了啊 那我 他說我還會喔 老師今天教我擦桌子 怎麼擦 他就示範給我看 說媽媽今天我來擦桌子 另外去年啟用的鳳山早療中心 就坐落在中校國小內 是全台第一個融入校園的早療中心 對於中校國小的學童來說 多了跟漫非天使密切接觸的機會 正在校方的立場 認為讓學童有一堂生命教育課 懂得接納與幫助相當有意義 上一次的話 那個聖誕節 他們就到幼兒園去 跟他們一起跳舞 那些孩子會很喜歡 這些孩子跟他牽手 當他在頒禮物給他的時候 他還希望拉著他的手 我就發覺到說 原來他也希望有人牽著他的手 那我們的孩子呢 最先開始是有一點害怕 然後慢慢地就覺得 欸 他跟我一樣 也可以這樣動 這樣動 所以他也去牽著他的手 那第二個人看到他可以先跟他牽手 他也過來跟他牽手 當時那種感覺我就發覺到說 這就是真正的教育 其中最接近這群孩子的志工 深刻感覺漫非天使的明顯進步 其實他們都很期待大家能夠玩在一起 雖然一開始都不知道怎麼跟彼此相處 但藉由互相陪伴模仿學習 增進漫非天使適應環境的速度 讓他學習這個大的團體生活啊 還有那個什麼 培養他們的一些自己能力可以做得到的 自己培養自己的生活上的一些 比較簡單的 他們可以自己做的事情 在這邊都盡量培養他們自己做 高雄市政府長期以來致力早期療育服務 目前高雄市共設置了14處早療服務據點 數量名列全國第一 提供在地化即時性的療育服務 105年更獲得城市健康政策獎 成為首度以早療服務方案獲獎的城市 未來就是會跟學校這邊 如果學校有合適 有餘育的場地 那我們當然會盡量把我們的早療中心或據點 能夠設置在學校來促進融合 那另外像我們去年其實我們總共有 我們14處的早療中心據點 也辦了240場左右的一個融合 那有7000多人士的孩子 都有進到這個融合的一個計畫裡面 那這也是我們未來早療的一個工作 你要跟著你吃 我到底是做的事幫你做一個吃的 你要幫你做一個吃的 你還挺安的 要玩這個嗎 不管是一般山河漫飛天時的融合教育 或是老幼共學 透過雙方之間的交流互動 都是教導孩子們尊重與包容 以營造友善的宜居城市 以上是港都新聞張世民洪靜怡 專題報導 請回答 Rand That's an 小人家煩人 請回答 在家煩人家煩人 小人家煩人